其不光拯救了日本颓废的动画市场 更是让观众们见到了一种全新的动画形式 让人第一次了解到了动画并不只有小孩子能看 这部作品加入了宗教元素以及各种民事暗示 同时映射了当时大量的社会现实 至今都是人们时不时讨论设定传奇之作 当然在B站关于EVA的视频介绍已经有很多 本期我们就来说一下我个人总结的EVA里一些比较有趣的点吧 众所周知EVA TV版的制作经费相当的紧张 在动画十多集的样子预算开始大幅降低 到了最后已经到了极限 即使后期使用讨巧的意识流表现手法 制作周期和经费依旧是捉襟见肘 光有很多在现在看来极为精炼的省钱案例 还有一些其实再怎么省钱也救不了的画面 就比如在原本TV版中的第24集预告里 直接放的是真心为你没有上色的草稿图 这样的操作在25集26集达到了巅峰 所谓的意识流手法可以用一张经济图 不动嘴巴的反复利用 甚至有些画面放字 有些画面放草稿 有些画面直接上分镜台本 可以想象当初在做到最后时制作组的混乱 而也是因为EVA开启了结局不认真结 转到剧场版结尾的方式 可算是好不容易将EVA这个故事做了补全 但也因为这样 EVA的TV版后期也简单的不行 所以才在后面有了对其画面 慢慢修改和补齐的各种版本出现 EVATV版的修改过程是个漫长的过程 1995年首次登录电视台播放的 现在被称为95版 当EVA在电视台首播结束 这剧场版上映前 期间以录像带和LD为形式发行的版本 统称为导演剪辑版 这个版本应该是EVA这部作品 登录中国最早的版本 2000年前后 开始接触EVA的爱好者们手中的盗版VCD 多是由这个导演剪辑版转录而来 内容上导演剪辑版 已经和95版存在少许不同 修改主要集中在21到24化 2003年 为了庆祝EVA企划10周年 Ganix以DVD为形式 发行了目前流传最惯范的版本 03版 这个版本有30级 主要在21级到24级 分别收录了95版 和导演剪辑版 两个不同的画面 通过这个版本 我们可以明确看到 TV版确实在最后 有着完全不同的画面 在TV版第七集中 有个这样一个表现 电视令去委员会和联合国 需要追加预算 结果 武昌李作为日本的爸爸 美国竟然不肯答应掏钱 随即与看似 向中国的官员对话之时 还在说美国那边 正在换失业潮 而中国正在参与建造EVA发号机 而且从后面的对话来看 日本政府制造EVA也是首要拜托中国和德国 这里面可以稍微看出这部作品的世界观 制造业还是主要交付中国和德国 反过美国依旧是一脚石棍的形象出现 EVA修复是要花钱的 在第二季里 曾经明确说过EVA的修理费 可以轻易让一个国家破产 但实际上看动画之时 你会觉得EVA经常坏了修修了坏 难道他们不花钱的吗 不不不 其实花钱这个设定 可以说也是EVA TV版一个经典设定 仔细回忆ETV版EVA的版本 说好的13个EVA 其实路面的只有0123 还有7台量产机 正向的机体 4号机因为研究S2机关 发生了事故然后没了 5、6号机因为打立天使 造成了02号机 重大损伤被拆来用了 就这样原本预定的机体直接没了 站在现实的角度来说 不用花新机体了 又省了一笔钱了 EVA最经典的一幕 包括于初号机打最后始步朱勋 用了个史无前例的62秒静止针 堪称空前绝后 到了二省经费的顶点 但实际上 EVA省经费这个都是传统技能 普通动画往往会有常用卡之类的画面 用以画好之后 在需要的地方重复利用 比如魔法少女的变身桥段 机器人动画的绝招桥段 以及高智能方程式的风扇桥段 这种技巧 EVA自然是非常熟练 比如梅里经常大叫 或是经常转头 控制室里三人操作电脑 也是很熟悉的画面 事实上这一组画面基本贯彻了EVA的始终 在被利天使直接打到司令部之后 众人转移到第二司令部 但这个转移只是名列上的转移 实际上还是一样的画面 当然这都是最基本的省经费模式 EVA最喜欢的是搞那种 不明说设定 而是通过人的对话来实现 而一般这种对话 就单纯放过远景 然后就开始说话 比如这样 全都是一个画面 然后对话几十秒 不得不说这种效果 虽然确实很省经费 但是表达出来的感觉 却是一种紧张又严肃的氛围 所以EVA的动画 确实也很喜欢搞这一套 如此一来 见着最后那段62秒那个 其实也就见怪不怪了 毕竟在后期经费紧缺的状况下 还能做一个有模有样 打斗场景实属不易 当然或许是受购了TV版 经费不足 工期紧张的状况 EVA的新剧场版 花钱可是大手大脚 什么光影特效 电影运进 大牌场的火力支持 这在TV版里 基本都是无法想象的 当然原本最开始 观众会认为 新剧场版是TV版的重制 但事实上 这两部作品 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发展 QD和TV版发展 完全不一样 自不用说 在前两部剧场版里 各种细节都略有不同 像是什么使徒编号 人类补权委员会没有了 明日相对加持 没有那种感情 只不过因为 本来电影的时长也有限 在Q没出来之前 观众们基本都认为 这是电影的细微改动 没放在心上 不过 新剧场版其实原本应该走的 就是TV版的路线 这个从破的预告就看得出来 而结果时隔数年 Q出来之后 预告里的场景一张都没有 也就被观众戏称 不会相信EVA预告的 任何一个画面了 当然 无论是新剧场版 还是老TV版 都是让人无论看几遍 都不会腻得惊脸 即使是上世纪的IP 但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以及在ACG动漫行业 造成的影响 即使是现在 也依然在持续 它的火爆并没有 随时间的流逝而消退 反而是越来越出现在 老粉丝和新观众的眼里 它和各种产品都有共联动 像是什么手机 衣服 旅行包 能想到的用品 都能找到EVA的联名款 即在手游里 更是不计其数 就比如荒野行动这个手游 有一说一 荒野行动 也是经常和各种热门IP联动 像我们耳熟能想的 腰尾 异拳 东京吃货 还有没有跌落神坛时的巨人 甚至是婆婆子和皮皮美 你说前面几个就算了 婆婆子和火爆 完全是因为 这就是一部 彻头彻尾的神经病动画 当时推出联动消息的时候 无数玩家都惊了 这都能联动的吗 那么为什么荒野行动 能和这么多的知名日本IP 进行合作呢 归根结底 是因为它本身 已经成功打入日本市场 并在日本的市场中 有着相当良好的表现 可能很多国内的玩家并不知道 荒野行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日本的电竞行业 荒野行动在国内 拥有丰富的电竞资源 而参考国内举办的赛事 从中累积经验之后 他们因地制宜 在日本举行了全国范围最大 奖项最高的电竞活动 硬生生地培养出了 荒野行动的电竞突然 要知道在这之前 日本素来有游戏孤岛 定竞沙漠的称号 日本民众对电竞的认知不足12% 而荒野行动及其团队 不仅成功地开拓了市场 更是由此培养了一大群日本玩家 开始专业化职业化的电竞道路 2020年 荒野行动的市场表现 一直可为强势 其在日本手游市场渗透率 已经高达80% 即使已经过去三年 其在畅销版也是经常位居前十 在去年9月份 荒野行动推出了其官方的手办 日本市场开启了线上首发模式 结果很快 这款手办便被抢购一空 直接受庆 当晚他竟然登上了 日本乐天的当日销售榜榜首 很多没抢到手办的人 竟然跑到了中国的天保网上 问店家可不可以发货到日本 而一群日本跑到中国网店代购手办 这个景象确实相当的稀奇 你们也有求爷的时候 不仅如此 荒野行动还做出了文化输出 游戏里面出现的这辆武林神车 竟然莫名其妙地在日本人那里火了 看到这种打扮的车 外国玩家感到惊异和有趣 更有好事者在现实中模仿游戏 改装自己的车辆 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在游戏巅峰时期 基本上日本大街上随处可见 贴了捕漏防水的面包车 所以你哪天在日本看到了这种车辆的话 没跑了 那就是荒野行动的玩家 荒野行动的火爆毋庸置疑 是一款成功地走出国门的手中 是一款实现文化输出 甚至改变了日本游戏环境的手游 有着如此的热度和影响力 连动着那些知名IP 自然都是双出狂喜 甚至不光能进行玩游戏 荒野行动现在也成为了 学习日语的好据处 与互将开心词场进行了联动 保证玩家在开心游戏的同时 潜移默化地学习日语的词语和语法 这可比暴城补习班有居多了 在近期出现的新版本中 荒野行动第四次联动EVF 之前也说了 这款游戏在日本造成了现象体的影响 有着丰富的粉丝群体 而之前几次联动 想必在玩家和厂商心里 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我个人也是非常的期待 这次的联动 荒野行动又会给大家 什么样的惊喜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